为什么每条视频都在强调住60平米的房子 总是有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这样留言 昨天我看到有人帮我回复了 他说这个博主应该是觉得60平米的房子很大 所以才整天这样晒 不好意思 看到这个留言 我直接笑出了猪叫声 做自媒体真的很好玩 每天都有不同的人看到你的作品给出了不同的反应 可能你前一秒还因为被喷成狗而被伤到不能自已 下一秒又因为神评论 让你笑到满地找牙 算是充分体验到了这种情绪的跌宕起伏 还有处女座的粉丝 整天建议我收拾一下家里 我想说一入收纳深似海 从此首富是路人啊 一收纳就得换各种柜子吧 一换柜子那又得换沙发 换了沙发还得换餐桌 换来换去最后不如重新装修 一装修又得四五十万 一套房子的首富不就没了吗 我缺的其实不是收纳 我缺的是大房子 另外还有一个热心的粉丝 是开瓷砖厂的 他上次说要从深圳给我寄一些瓷砖过来 让我把厨房里的墙补一补 简直是把我感动哭了 不过最后我还是婉拒了 因为我感觉就算贴上了瓷砖 也依然改变不了这个房子悲情的气质 不如继续就这样裸着 还自带一点原生态的艺术气息 这两天 我家这两个82年的晚柜门 估计是在我家呆烦了 争相做了自由落体的动作 按照我对婆婆的了解 她应该会在八秒钟之内 杀到商场买一个新的回来 但我等了好几天都没有动静 这明显不合常理啊 你们说我要不要去提示一下她呢